她是王者峡谷的顶级杀手 无论目标是谁 从未失手 她叫蓝 接到逃逃的命令 要杀一个叫蔡文基的小女孩 虽然床上有众多的士兵保护 可蓝没有畏惧 直接使用了二技能断空 仅仅只是一招 就解决掉了这些士兵 为了阻止她 剩下的守卫集合在一起 而蓝则使出了一技能 破浪 化身鲨鱼 直接冲了过去 而此时的蔡文基 则是被守卫送进逃生通道 从那里传统到了海上 一路杀过来的蓝 则是来迟一步 就在这时 受伤的守卫 直接扔出了煤油灯 点燃了船上的火药 下一秒 爆炸声响起 蓝也被炸成了重伤 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驱发现给她疗伤的 居然是那个小女孩 为了救她 蔡文基晕倒在地 看到任务目标就在眼前 蓝举起武器 准备杀死她 可是看着面前 这个呆蒙善良的小女孩 却怎么也下不去手 蓝起身查看四周 发现被困在了一座孤岛上 到了晚上 蓝在烤鱼的时候 小女孩就在不远处偷看 被发现后 蓝直接把烤鱼扔了过去 从此之后 无论蓝去哪里 小女孩都跟在身后 为了和蓝成为朋友 小女孩每天都给她送花 下雨的时候 小女孩就用荷叶给她打伞 为了抓鱼给蓝吃 一不小心掉进了海里 不知道这样的蔡文基 你们喜欢吗 喜欢的扣一 不喜欢的扣二 慢慢的 这个没有感情的杀手 被呆蒙善良的小女孩所感化 可美好的时光 总是短散的 就在这天 曹操的大军找了过来 并且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房子 司马仪发现了小女孩 然后直接冲了过去 小女孩见状转身逃跑 不及时刻 一条巨杀迎面冲了过来 原来是蓝 下一秒 他挡住了司马仪的攻击 救下了小女孩 而惊惊受到的小女孩 爬起来继续逃跑 此时 曹操派手下去追杀小女孩 蓝用尽全力 击退司马仪 然后转身去阻止这些士兵 可是最终 小女孩还是被曹操拦住 他一把抓起女孩 狠狠地摔在地上 蓝要举起武器 就要杀掉他 危机时刻 蓝把武器扔了过去 释放了中技技能 处决 这个用来杀人的技能 这一次居然用来守护 蓝用身体挡住了曹操的青钢剑 当剑被拔出来之后 蓝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救阻了小女孩 紧接着 他化身鲨鱼 跳进了海里 最后 他带着小女孩来到一艘美人的船上 这才摆脱了追杀 逃出之后 小女孩给蓝疗伤 可是伤势太重 无论失望 多少法术 都无济于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给蔡文奇加加油 点点小红心 让他有更多的力量 去救他的男朋友 奶奶的死期到了 白无常要来索命 他拿出一个沙漏 沙子漏空 就是奶奶死的时候 奶奶吓坏了 他祈求死神 再给他15分钟的时间 可阎王叫你三更死 谁敢留人到五更 就在这时 奶奶打了个喷嚏 直接吹飞了白无常 趁此机会 奶奶撒腿就跑 白无常在后面紧追不舍 眼看前面无路可走 奶奶顺着管道往下滑 白无常也跟着模仿 可是万万没想到 这是奶奶故意引他来的 下一秒 白无常落在了水阀上 鸡蛋都被撞碎了 白无常再次追上来的时候 奶奶已经跑到了三楼 看到白无常发现了他 奶奶赶紧躲进了一间房间 可打开灯一看 一个大爷正准备自杀 场面十分尴尬 为了不打扰大爷 奶关上灯 直接从窗户离开 可是下一秒 灯再次被打开 连于被打扰自杀 大爷气坏了 对着白无常就破口大骂 紧接着 一脚把他踢了出去 此时 奶奶跑进了一家理发店 白无常也追了过来 可白无常哪里知道 有的理发店 可不仅仅只做理发的生意 白无常想抓到奶奶 结果却被老板娘 一把拉在了床上 紧接着 他拿出小皮鳖 白无常被抽的 血都溅了出来 趁此机会 奶奶赶紧跑回了家 墙上的钟表 还差五分钟 就到十二点了 可就在这时 白无常再次追来了 也不知道他到底经历的什么 脸上都是红唇 白无常想带走奶奶 可却被奶奶强迫着 跳了个舞 而这一跳 就跳了五分钟 计算时间的沙漏 也被卡住了 就在这时 外面有人敲煤 奶奶也不跳舞了 赶紧飞杯过去开煤 外面居然是一个快递小哥 奶奶等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等这个快递 直见奶奶高兴的打开快递 从里面拿出一副假牙 戴上之后 奶奶对着镜子 美美地摆着各种姿势 原来奶奶特别喜欢笑 可没有牙齿 笑起来就不好看 奶奶拿过白无常手里的沙漏 放在床头 然后脱下围裙和鞋子 躺在床上之后 轻轻摇了摇沙漏 最后的一点沙子 终于露了下去 奶奶长舒了一口气 现在终于可以完美地 说再见了 如果你的生命 只剩下最后十五分钟 你会做什么呢 如果你的玩具熊丢了 会去找他吗 这天清晨 一只玩具小熊猫在地上醒来 他被主人遗弃了 看了看四周 他想找到那个朝夕相处的身影 可找了半天 依然没有发现 此时的小熊猫 看着陌生的环境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就在这时 他一抬头 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于是赶忙追了过去 可当小女孩回头的时候 却发现 那并不是自己的主人 小熊猫十分难过 他不相信主人不要他了 看着陌生的环境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到主人 来到地铁 一个小男孩发现了他 表示想带他回家 可小熊猫并不愿意 在我们的眼里 玩具可能只是 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可在他的心里 自己的主人 就是他的全世界 为了找到回家的路 他共生一人 穿过游森的森林 即使遇到还冷的大雪 也没有停止脚步 就在他快坚持不住的时候 一只大手伸了过来 就这样 小熊猫遇到了各种善良的人 来帮助他寻找主人 如果这是你的小熊猫 你会去找他吗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给他加加油 点点小红心 在好些人的帮助下 小熊猫走过了 一个又一个地方 可依旧没有找到 那个熟悉的身影 不知过了多久 小熊猫的心情 越来越低落 昨天晚上 他看着里面吃饭的小女孩 再次失望地走开 可就在这时 一阵音乐响起 原来是他的GPS定位器 一个男人走下车 把他捡了起来 原来 小熊猫并没有被主人遗弃 在他丢失的这段时间 主人也一直在寻找他 这么奇葩的灰太郎 你绝对没有见过 他居然不吃美味的小羊 而是喜欢吃狗粮 就在不久之前 灰太郎还是一名清洁工 由于工资太低 每天都吃不饱饭 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能吃上肉 就在这天 灰太郎在擦玻璃的时候 突然两眼放光 原来这次公司的员工 全是美味的小羊 不管是美羊羊 懒羊羊 还是肺羊羊 这里应有尽有 都是他最爱吃的 这可把灰太郎缠坏了 为了吃上羊肉 他居然装扮成小狗 然后混进这家公司面试 看着灰太郎伪造的简历 老板很满意 最终 他被公司录用了 就这样 灰太郎开始去上班 不知道你们认为 灰太郎能吃到羊肉吗 认为能吃到的扣1 不能吃到的扣2 来到电脑前 灰太郎打开自己的包包 灵敏庄的居然 全是宰羊的工具 把工具藏好之后 就开始研究各种计划 如何吃上美味的小羊 就这样 研究了几百种计划之后 灰太郎居然睡着了 就在这时 美羊羊走过来 叫醒了灰太郎 原来是到了午饭时间 看到全是狗粮 这让灰太郎一脸嫌弃 美羊羊打开一盒狗粮 递给了灰太郎 可爸爸没想到 当他尝了一口之后 顺便爱上了狗粮 什么美羊羊懒羊羊肺羊羊羊 都没有狗粮好吃 从此之后 灰太郎对吃羊没兴趣了 一心只想吃狗粮 甚至还学会了用电脑打字 成为了公司最佳员工 老板也给他涨了工资 有钱之后 可是好景不长 正在上班的灰太郎饿了 翻开抽屉去发现 狗粮居然吃完了 他翻遍了公司所有的柜子 发现一贯狗粮都没有了 灰太郎要崩溃了 就在这时 他闻到了烤羊肉的味道 原来是一只小羊 被暖气烤焦了屁股 面对这种诱惑 灰太郎快要坚持不住了 于是赶紧跑进电梯 想去买狗粮 可就在这时 一群小羊居然跑了进来 突然一只小羊 被小心打翻了番茄酱 灰太郎再也忍不住 露出了本性 当电梯没再次打开的时候 发现灰太郎想要吃小羊 这也让狗老板发现 他居然不是狗 而是一头狼 就这样 灰太郎被开除了 再次成了一名清洁工 可就在这天 他在工作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个 全是小鸡的公司 不知道你们认为 灰太郎这次能吃到小鸡吗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男孩唯一的一双鞋坏了 可即使这样 他也舍不得扔掉 而是缓缓地走到一个角落 看看能不能把鞋修好 可修了半天 还是无济于事 男孩生气地把鞋一甩 可还是舍不得把鞋扔掉 就在这时 一双崭新的皮鞋 出现在他面前 男孩心里想着 如果拥有这样一双鞋 穿上肯定舒服 他渴望的眼睛 一个也没有离开那双皮鞋 他很羡慕那双鞋的主人 可由于家里太穷 男孩也只能羡慕 看到鞋的主人 在精心地擦拭 十分爱惜 男孩幻想着 如果自己也有一双新鞋 穿着新鞋的男孩 在父母的催促下 准备上车 可由于人太多 鞋子被挤掉了一只 男孩准备捡起来 可就在这时 火车开始启动 儿子角落里的男孩 赶紧跑过来 捡起了这双新鞋 看着面前鲜艳的皮鞋 男孩好像在想着什么 最终 男孩看下火车使动的方向 直接跑了过去 他要把这双皮鞋 还给他的主人 鞋的主人伸手去接 可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 男孩即使拼尽全力 也追不上 可男孩依旧奔跑 想把鞋子还给他的主人 最终 男孩实在跑不动了 他用尽全力 把鞋子扔了过去 结果却砸在了车厢上 看着掉在地上的皮鞋 他的主人很失落 男孩也气得跺了下脚 可就在这时 皮鞋的主人 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把另一只鞋 脱了下来 然后用力地扔向男孩 看到男孩小型翼翼地 捡起皮鞋 他微笑着 向男孩挥手告别 他们的举动 不仅温暖了对方 还温暖了我们 这个流浪汉是幸运之子 前一秒还穷会潦倒 连一双鞋都没有 下一秒 就变得西装革履 坐用美女豪车 就在刚刚 这个流浪汉因为没有鞋穿 只能光脚走在地上 而另一边 一个高富帅西装革履 戴着墨镜开着豪车 准备去和女友约会 就在这时 流浪汉发现电线上 有一双鞋挂在上面 于是走了过去 结果下一秒 差点被车撞到 面对高富帅的破口大骂 流浪汉没有回应 只是默默地走开 高富帅也开车扬长而去 流浪汉打开一个垃圾箱 想看看里面 有没有别人扔掉的鞋 可找了半天 只找到一只女士高跟鞋 没办法 扔掉鞋子之后 他继续前行 可可没有走几步 一声惨叫传来 流浪汉坐下一看 原来踩到了一块玻璃 可就在他把玻璃拔出来的时候 一只皮鞋从天而降 看到天上掉馅饼 流浪汉赶紧把鞋捡了起来 仔细一看 还是一双高档皮鞋 原来是刚才的高富帅 和女友在楼上吵架 流浪汉把鞋和脚比划了一下 发现尺码刚刚好 而就在下一秒 吵架的女人 把另一只鞋也扔了下来 流浪汉赶紧捡起鞋 穿在了脚上 此时流浪的吵架还在继续 就在流浪汉站起身 试着鞋的舒服不舒服的时候 流浪的女人 居然把男友的衣服 全部扔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 流浪汉蒙了 趁着楼上还在吵架 他捡起这些衣服 开始穿在身上 万万没想到 衣服就像量身定做的一样 此时流浪的吵架也开始升级 男人给了女人一巴掌 女人蒙了 没想到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居然打了自己 他生气的拿起车钥匙和包 直接下楼离开 穿上西装的流浪汉 居然变成了型男 用水洗了把脸之后 搁着有种贝克汉姆的感觉 这该死的魅力 果然 我与帅哥的差距 就是一套西装的距离 刚到楼下的女人 被流浪汉所吸引 就问他会不会开车 流浪汉点了眼头 就这样 结果车钥匙之后 流浪汉穿着高富帅的衣服 开着他的车 带着他的女友 潇洒离开 是流浪风中凌乱的高富帅